林口市大運選手村的社會住宅 平均月租費是一萬六千多元 大家搶著入住 因為林口租市場需求大 房仲透露30坪大小 月租費上看3.5萬到4萬元 那以現在林口來說 因為它的收入所得 還有包括說 它的房地產的成交價 其實的比例來說 都是在台灣的算前段班 那林口現在新的房子 預售屋來說 大概已經站穩六字頭了 更甚者有成交到七十幾萬 八十幾萬的都有 在林口租屋難 買房更難 社會宅月租費相對較低 因此吸引不少民眾申請 然而社會宅不只提供民眾住宿 總共三千九百多戶 其中有一千多戶是商旅 或是當作情創園區 這是兩房型的 就有客廳兩個房間 然後有廚房跟兩台 社宅的商旅一個月五萬多元 比一般社宅還要貴 只有民眾質疑 有上千人候補排隊想要入住 為何還有一千多戶 要當作飯店使用 社會住宅是要照顧這些 需要被照顧的人 但是你把一千戶拿去轉手 原本是經濟部 然後現在轉手給一個 就是私人的公司 那我認為這個是非常 回憶的一個行為 總共三千四百九十戶的 選手村設宅 只有兩千五百戶 提供給民眾居住 剩下一千多戶 乘租當作飯店 被認為這樣的方式 並沒有照顧到弱勢 社會宅負責管理的住都中心 回應這是經濟部的原先規劃 並不是所有都當作社會宅 對於民眾的質疑 強調還是會照顧民眾需求 一切按照條件後補 並沒有取消